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我们到彰化来看 线西相公所为的让民众 在周末期间能够出游又放松 在富有历史氛围的 蛤蜊兵营举办了活动 现场还摆有市集 同万音乐演出 大小朋友在这里一同回文 蛤蜊兵营是位于彰化线西海滨 一个小小的春色 60年代大约百名的退役官兵 与此停留 主要以养殖蛤蜊及国家防卫 如今时空变换 这里的春色也慢慢变成 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碉堡遗迹 现在我们把蛤蜊兵营 已经列入我们的文化景观 所以我们保持是指中 比较有老旧的这种氛围 跟我们的环境 希望我们这个地方 推广更多的人会知道 蛤蜊兵营地处偏僻 但当地居民对于举办这样的活动感到开心 象征传承的意义 长辈看到老游戏良也放光 孩子也玩得开心时 对他们来说一切都值得了 蛤蜊兵营唤醒民众记忆深处的单纯与美好 漫步于六十年代建成的乌色之间 玩着传统游戏感受当年气氛 活动以四集同玩 每十集音乐为主题 适合亲子同游 为期两天的活动以文化景观的推广为亮点 展现地方特色及人文关怀 除了让大家看见当年老兵们的辛劳外 也邀请民众借此机会共一年少时光 人员新闻林明虹彰化采访报道